各位老少爷们 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 晚上好 很长时间了 我在咱们这节目里面都是梳着头发 而今天就特别难得把这头发散下来 就是来到这么个地儿 再梳着头发就觉得不太合适了 我现在身后这地儿百花深处胡同 这个里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地儿 是跟我国摇滚乐和现代音乐发源 离不开关系的这么一个地儿 百花深处排练厅 大概在我十几年前做乐队做的最 怎么说呢 最痴迷的时候吧 曾经有幸来这儿 录过一首歌 然后排练过几次 也是为数不多的 跟那些传奇的摇滚明星 共聚一世的这么机会吧 然后在这里边呢 诞生了很多经典的 中国摇滚乐的一些音乐作品 或者专辑 比如说像唐朝的 孟茴唐朝跟这儿录的 何咏的垃圾厂跟这儿录的 张楚的姐姐也跟这儿录的 然后崔健的一无所有 什么的那张专辑 星长沫上的摇滚那张专辑 都是跟这儿录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家排练厅啊 或者没有这家录音棚啊 就没有中国摇滚乐后期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乃至于最盛时期94年 红堪演唱会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 咱们今天啊就走走咱们这个百花深处这个胡同 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新街口这个秦航一条街 聊聊中国摇滚乐的那点事儿 咱们走着说 走了这百花深处这胡同啊 这当年有一个评选在网络上 说北京哪条胡同呢名字最好听 那不出算啊 这个第一名就被这百花深处给夺得了 特别有诗意的一个胡同的名字啊 这个百花深处的得名是因为是在我们的 嗯好像明朝万历年间 当时有一户姓张的夫妇 有点银子跟着 然后买了一户产业 跟着平时种种菜啊 种种花啊什么的 后来呢种的花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平时往这去的时候呢一看花草丛生 然后人间仙境一般就给这条胡同啊 名为百花深处胡同 这条百花深处胡同啊 除了现在的秦航特别有名啊 还有就是跟这一溜两边的这些 呃所谓的见证了中国历史 中国摇滚乐历史发展的这一些啊 秦航啊或者老的一些 音乐人啊都特别有关系 咱们就接着往这边 边走边聊 说说中国摇滚乐的历史这么点事 卫老师第一次听中国摇滚乐 应该就是崔剑呗 对就是那个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 哪年的那回事了是 具体可能8687年吧 还真差不多 这中国的第一个摇滚乐啊 我们把它看成的标志 就是86年崔剑发表的那张新长征路上摇滚专辑 然后一炮而红 中间有一首歌啊叫做一无所有 卫老师听过吧 没事儿来吧卫老师 卫老师听过那首一无所有吧 一无所有快 哦一无所有 对对对没错一无所有就那首歌 就是那首歌作为那张征路的主打歌呢 其实特别契合了中国摇滚乐乃至世界摇滚乐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就是我们摇滚乐的核心就是以我们 顶呃本部富裕的一个比较贫瘠的物质生活 但是我而去包装一个我们呃我们特别富足的一个精神世界 也就是这两个点啊互相矛盾互相契合一个就是贫瘠的生活还有精神的富足 这两个点结合起来其实就是我们摇滚乐乃至于有一些部分现代音乐包括所谓的我们都现在说唱的一些精神内核 就是这样你无所有的歌词啊什么都没有啊你何时再跟我走 那就反映了就是我穷光弹一个但是精神上非常高尚是吧就跟唐吉歌哲一样 哎这一下就契合了中国大众当时对于我们就是那种呃生活上困顿 但是我们精神上有非常高追求的一个一个时代特征 所以那首歌一炮而红这就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开端性的一个东西 后来呢在推荐之后然后在北京的是第二外国语大学吧 然后又诞生了一个乐队叫万里马王 这万里马王啊是一个四个学生组成的乐队 那四个学生呢一个姓一个姓万一个姓李一个姓马一个姓王 所以特别好记的一个名字万里马王就诞生了 当时他们主要的作品呢是翻唱一些BDOS还有一些国外那个 国外就是传统的那些英文摇滚的一些作品的翻唱 然后他们也就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大陆摇滚乐历史上 就是比较成 比较成规格成建制的这么一种 学生乐队吧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历史的一个 一个印记万里马王乐队的诞生 这万里马王之后呢咱们又 进入了八十年代末这么一段时间 八十年代末啊就几个乐队大伙冲动想就慢慢的活下来了 唐朝然后88年 然后黑豹87年 然后我特别喜欢那超载 那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他们的前身呼吸也就八十年代末那时候也走起来了 他们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 那个创作冲动特别强 第一呢是赶上了一个 就是我们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整个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萌发的这么一个社会大环境的一个变化 第二呢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去创作呀一点也不公立 我们创作的都是凭借着我们自己的那种一厢的恶血和冲动 当时比如咱们就说那个唐朝乐队他们在写那首飞翔鸟的时候 他们的制作人就说当时听完他们的小样就觉得这首歌不是写出来的 是从血液里喷出来的就是那么一个雪剑三丈的这么一个特别强的一个创作冲动和创作能力的情况下 诞生了一系列特别知名的乃至于现今我们一说摇滚乐大陆摇滚乐也就是黑豹 唐朝 超仔这帮人 他们都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批走起来的 他们为什么能火第一个是赶上了他们刚才咱们说的一个时代大环境 第二呢就是他们的一个创作冲动还有创作能力 当时得以特别大的一个萌发 第三呢就是他们的精神内活其实是一个还是中国化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听摇滚乐一说什么你这都是什么美国什么事 然后要不然是那个世界上的那些事都是我们的说的其实外国的事 但是你要听我们当时的那个摇滚乐啊 比如说像唐朝乐队那首孟回唐朝然后超仔乐队的那首陈胜五广 其实都是用的西方音乐的一个表面的激励 包括着一个中国东方化的一个精神内涵和内涵 这也是他们能成功这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中国的心然后外表的皮是西方的 两个相结合这才能成功啊 我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啊经常来这一片新年后南大街这一条街上走 第一呢是来看看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琴 最起码看看他多少钱我攒多少个月的零花钱能买得起 第二呢就是在看看那些所谓的真正摇滚乐手的生活什么样 比如说他们当时也留着长发然后叼着个人烟穿一身披露戴一墨镜 当时我十几岁感觉哎呦裤子不能行 长大了以后一直向往能成为一个摇滚明星 但是后来做摇滚乐才发现这个所谓的他们这种东西都是一种模仿 并不是那种实际上精神上内核的所谓的摇滚乐的那些东西 只是一个粗略的模仿就是咱们现在说一听什么说唱歌手都是什么呃 婊子票子枪子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兄弟 但是实际上你看咱们中国的说唱歌手 一说也都是啊一唱过什么西海岸什么这歌那歌的 然后就说我跟一堆姑娘怎么怎么着怎么着的 然后我有多少钱多少钱什么的 然后我看谁不爽我就能干掉谁 前面那些我都信 你说你一看谁不爽你就能干掉谁 这我真不信 咱这天大地大你兄弟再快能有他妈110块吗 不好使我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了不一样了 他以为他在底特律呢 底特律也不好使哪都不好使 这是他妈和平礼不是他妈和平兮兮礼 这现在正好还赶上疫情能看的这个街上这店啊 特别萧条能关的也都全关了 但是呢哎怎么说呢也算是我的青春一种回忆吧 其实没事的时候我还平时愿意来这转转什么的 看看下来 姜老师你买的最贵的一把琴是多少钱 我还真没买过特别贵的琴 我买的好多贵的琴都是二手的或者三手的 最贵一把琴是三手琴啊 再加上次改装改装什么的大概两万块钱不到吧 不是什么特有钱的人我呢 我要是特有钱的话我现在还是吧上什么包啊 我也就票子姑娘枪子我也蜜于兮兮比下了 我不跟这儿待着了就 姜老师你最喜欢的摇滚乐队是哪一支呢 中国的外国的 中国的 现代的嘛 现代的就是年轻一点 杰克丹尼 就是杰克丹尼 但是好多人不知道 是北京的一个腰管约队 我也不知道 北京一个腰硬腰管约队 然后比较老一点的 我特别喜欢超仔 超仔 这听说过吗 贵老师 超仔 高齐 对 高齐没错 高齐我特别喜欢的 你长得有点像高齐 哎呦 谢谢我可还听你说这个了 我那桌上不是还有一个高齐那签名照片呢吗 我特别喜欢 得了咱接着聊回来啊 就是说 咱们说了那个黑豹唐朝朝旗那些乐队之后呢 后来咱们这贵老师可能稍微熟一点了 就是听说过摩耶三杰什么的 知道是吧 贵老师 我听过就是因为他们在红堪开过演唱会 对嘛 就是中国摇滚乐最好的时候 最火的时候也就是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那会儿 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就是摩颜三杰 当然那摩颜三杰之中啊 中间的那个也就是我们斗维 其实从黑豹乐队出来了 那个时候他签了摩颜 然后就是发行了黑梦那张专辑了 他们那个时候呢 在香港然后去参加唐朝乐队 在那个香港红摊演唱会 然后这个时候是一个标志性的中国摇滚乐 这个火爆的这么一个点 这为什么成功呢两个原因 第二呢是当时的 我们九十年代末的时候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像我们卫老师和我都经历过 那时候我们一说唱歌呢 那都四大厅了啊对吧 就黎明张学友 刘德华郭浦成港台音乐 要不然就是那什么校园民谣那个台湾的那帮罗大佑刘文正 这再老一点的可能就大家不太熟了啊 要不然咱就说大陆的可能唱民谣的成方元就这帮人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文化都是从别人那拿过来 然后我们就加以改造 第一次在九四年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东西 然后去到港台这么一个所谓的 我们当时看着特别洋气特别先进 理念特别超前的一个地儿 去做这种逆向的文化疏疏 这个在当年是一个特别了不得的一个事儿 就相当于我特别穷 然后卫老特别有钱 然后一般都是我学他的穿搭 后来有一天我走起来了 一看那卫老开始模仿我了 那这个对事儿对我来说 那特别具有历史意义了 是吧 来 来 看着俩就是这么着 今天这样的未来 仿佛所有的信仰 在刹那间 都能实现 往前都动起来吧 来 勇敢的期待 奇迹的存在 今天的风 会将它带来 后 于像